大家好,冬天一定要多吃白菜,今天分享一个开胃的做法,不炒也不炖,上桌全家都爱吃,全部切好后放入大碗中,倒入适量的北方自来水。 用干净的小手洗一下,白菜是一个平凡无奇的蔬菜,但它却有着无限做法的可能,白菜清脆的口感,也非常受大家的喜欢,洗好后控水捞出放入大碗中,往里面加入两勺食盐。 继续翻拌均匀。 先放一旁腌制五分钟。 去皮的大蒜切成蒜片。 切好后放入小碟中。 准备一根好看的红椒切成片。 切好后和蒜片放一起,几根自家种的小葱切成小段。 切好后放入小碗中。 时间到了,白菜也腌好了,然后用力挤干水分,先放入大碗中备用。 切好后的蒜片和红辣椒稿里头。 葱段也放进去,一勺粗辣椒面。 淋入一勺热油激发小料的香味。 调味加入一勺生抽,一勺白糖,适量的蚝油。 戴上手套翻拌均匀。 朋友们,我每天都用心教做菜。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,麻烦伸出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鼓励是我创作的动力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像视频这样就可以了。 装入盘中美味继承。 一道凉拌加长白菜就做好了。 白菜清脆爽口,开胃解馋又下饭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